起来吧 现在还是我男人吧 我不喜欢我的男人 没有尊严的贵程 我退出 你和他就能顺顺领域结婚吗 小子 你的意思是说 你会成全我跟小琪 我成全你们 谁成全我 成全 这个词从你嘴里说出来 怎么听着那么自私 那么虚伪呢 贾斯 无论你信不信 我都得说 本来我们是要出去避一避的 但我还是回来了 我想在我新生活开始之前 也必须对你有所交代 这就是给我的交代 你已经背叛我了 你还要逼着我背叛我自己 贾斯 我真的没有想要逼你的意思 我是希望你能接受和平跟我离婚 也许我们的婚姻 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错误 我不能骗自己 我更不能骗你 我希望你们理解 我也希望 你能够找到一个爱你的人 比我更爱你的人 够了 你说这么多 我就是想离婚 可以 如果在离婚协议书上 签个字就能离婚的话 我现在就签了 但现在夫妻协议离婚 双方必须去民政部门签字 少不了会被记者盯上 这个后果你想过吗 没有不然 就走法院裁定程序吧 好 你要离婚 你要翻脸 那我陪你们翻 陪你们玩 我要让所有玩这场游戏的人 都付出代价 Però 别说你 你再说吧 喂 腿圆 你下午来明政局与他 我有独家新闻要给你 什么 明政局 我要和潘景浩离婚 你要和潘景浩离婚 潘凯昊不是和萧继离开江城了吗 让你来就来 我今天就要离婚 一天也等不下去了 是不是潘凯昊逼你的啊 你让我发离婚财 这么慌发死人财是一样的吗 我做不了 不是 家思 你先冷静冷静好不好 你别冲动行不行 你要是不肯来 我就给江城所有的记者打电话 不是 你这是在自取其入好不好 对 各位 我就是要自取其入 反正我也不想活了 哥 汤家思跟潘凯昊要离婚 咱们一块儿去呗 放屁 谁敢咱们要离婚呢 谁说的 来 坐坐坐 干嘛 干嘛 我告诉你 谁都不许遵循我 确实有点女性了 你们俩去哪儿 去离婚 你嫌我们家的丑事还不够少 潘凯昊 你是不是又逼我女儿了啊 你这个畜生 你这个畜生 畜生 静昊 贾思 你们哪 哪也不许去 都跟过来吧 谁跟过来 记者就拍谁 这什么话呀 贾思 贾思 让他们去吧 小丢人心眼 谁也拦不住 喂 胡杨 你没和潘凯昊离开江城市吧 我全都知道了 潘凯昊现在逼着唐家司 要去明证据离婚 我现在正在去明证据的路上 你劝劝潘凯昊好不好 胡杨 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 你不要再打电话给我了 我现在脑子很乱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劝景昊 我现在也没有办法面对 唐家司啊 这怎么能跟你没关系呢 潘凯昊和唐家司离婚 完全是因为你啊 我不知道 不知道 潘景浩 是 你干什么 是我要离婚的 我自愿的 跟他没有关系 你写新闻稿的时候 公平公正的 你相机拿了吗 没拿 太原 我反对你们离婚 你凭什么反对 你为什么不拿相机啊 我这是想帮你 你知道吗 太原 咱能冷静一点吗 冲动生魔鬼 你知不知道 你别废话了 我今天让你来 就是记住离婚仪式的 你居然不拿相机 世纪婚礼 世纪离婚 历史啊 我 这么好的机会 你简直太傻了 下来吧 潘景浩 你说你 你跟萧綦出去避一避 不就得了吗 你干吗飞回来 搞着什么离婚仪式 你这秀也太伤人了吧 你们 你们 谁让你们来的啊 谁让你们来的啊 给我 别抢 说什么 给我 别抢 给我 给我 送手 给你更借 谁让你们来的啊 谁让你们来的啊 不是不让你来吗 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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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开了 没开 没开 你们等着啊 小琪 你怎么来了 盼检号呢 他们在上面办理会手续的 小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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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你们这儿离都离了 赶紧走吧 我和盼检号 离婚最开心的人是你吧 恭喜你 终于入院里长了 不过你别忘了 我会年年月月诅咒你 日日月月地诅咒你的 就行了 说什么 走走走走 等我被指指拍到 这个混账东西 早知道小时候 我就把他给掐死 行了 行了 那离都离了 还说这些有什么意思啊 八千万啊 赔给他们家 也没亏了他们 你懂什么呀 我这张老脸都被他丢尽了 竟然跑出去给人家下跪 我花这八千万 是给祖宗买面子 干着 干着 怎么 开心吧 你结婚我花五百万 离婚我花八千万 你说说 咱们这笔账怎么算 我会还给你的 你拿什么还 就你这个窝囊费 除了下跪你还会什么 从明天起 你就离开欧亚达 滚出这个家 到外外去自谋生路 什么时候还上这笔账 我潘友天给你下跪 离婚那也不是一个人的事啊 谁愿离人婚事这么的 你以为景浩他心里舒服吗 离婚也不是这么光彩的事 还替他干什么啊 你也知道不光彩 你怎么给我养这么个没用的东西 爸说得没错 不 我是没出息 只要你们不干涉我跟小琪结婚 其他的 你们说了算 什么 你还要结婚 你 老胖 老胖 你让不让啥 让你啥呀 那个女孩她怀孕了 怀的是咱们潘家的骨肉 你不结婚怎么办呢 什么怎么办 她种种那么容易 我跟你说 废了这个种 不更容易吗 就这样出趟差就上男人的床 这种水性洋花的女人 能进咱们潘家的门吗 你怎么办 净好 几天都没有好好吃东西了 饿坏了吧 来 喝点汤 妈 你放那儿吧 现在 你就给我喝王八汤 我也喝不下去啊 喝喝酒 你喝什么 你把那狐狸静 把那女孩子电话给我 你家人家电话干嘛 你说干嘛 我这做婆婆的 总得见见儿媳妇吧 妈 你说什么 这么说 你答应了 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 好了好了好了 多大了 没挣心劲的 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 是是是 健康 你爸爸跟妈妈不一样 爸爸有他的立场 你别怪他 妈妈呢 这一辈子 没有别的指望 就是盼着你好 你爸爸也是 刀子嘴豆腐吸引你 这人我还是先见见吧 你要是找个丑八怪 我可不同意 妈 你不想想 你儿子长得这么帅 会长一个丑八怪啊 那好 你给他联系一下吧 找个时间见个面 那可不行 我还没跟人家说呢 等我两天好不好 那行 趁热把汤先喝了啊 对了 这两天你就别出去了 免得记着跟着 拍照乱写什么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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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宋董 这不像话 这简直不像话 这全都是他们自编自导的 江四离婚 跟我有什么关系 怎么扯到我头上来了 你去查查看是哪家媒体 查查查 查什么查 几十家都这么写 要怪不就怪你那好女婿吗 你说这话货就不爱听了 你们男人都一样 包括你 你也一样 我怎么了 当初我跟江苏宾离婚 不都是你逼的吗 什么叫做是我逼的 对 离婚是我逼的 上床是我逼的吗 要不是我 行行行行 我自己犯贱行了吧 你也陈枪烂调啊 我早就备手了 当初造的孽 都放下在我女人身上了 早日早不知 你们就 你 你想怎么样 你后悔了是不是 你说的是人话吗你 你去哪心 你 gonna 你这么给人吃 她听说我 你这么给你 来呀 你不 99% 我不要 我怎么给你 我不要 你别人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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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干嘛呀 放开 放开 放开呀 你想干什么 我送又齐 不能做亏本的买卖 免费送了个美人 给潘景昊 还买一送一 给他留个嘴 你说 是你自己动手啊 还是我来帮你 我不要 我不要 你真让我生气 我告诉你 生气的宋又齐呀 比魔鬼 更厉害 放开 不要 等一下 我需要筹码 你不是说让我帮你搞定潘景昊吗 我需要筹码 这个孩子就是筹码 我只有有孩子了 潘景昊才会跟我结婚 你一定要相信我 好 你别再玩我了 否则的话 不但是你 还有你那个瞎了眼的妈妈 都会死得很难看 滚 好好好 好 大功告成 图语啊 没王妃我栽培你啊 如果咱们公司的其他员工 都能像你这样 用不了多久 我们也会成为大集团 那也是程总您领导有方 您放心 以后会更努力地工作的 好 不好意思程总 我去接个电话 好 去吧 喂 萧綦 怎么了 我现在在你家开的美容院 你赶紧过来 我又及时找你 好 好好好 我马上到 我应该吃药了 家司 这已经看过太多回了 不看了 咱们不看了 妈 景豪哥就这么理他我了吗 她跟我回来的 对不对 傻丫头 这不属于你的东西啊 强留不来 变了心的男人 咱就把它扔了 乖 吃药 戒指 妈 我的结婚戒指呢 我的结婚戒指呢 戒指 我的结婚戒指 你找戒指干什么 我的结婚戒指 家司 我的结婚戒指 郑坤 郑坤 怎么了 我的结婚戒指呢 在哪儿 你们是不是疯了 家司 怎么了 冷静点 冷静点啊 爸 景豪不要我了 景豪不要我了 景豪不要你 爸爸要你啊 爸爸要你 都是你 都是你让我失去了 景豪 你这个狐狸奸 家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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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这样 家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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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司不要我 不要 爸爸 你快帮我找找 景豪 我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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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司 我来不及了 家司 我来不及了 家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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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这样 家司 我来不及了 我来不及了 干嘛这么着急啊 钓鱼岛开战了 我说什么赖招 玩火玩大了吧 我说什么赖招 还有比这个更大的 什么呀 小琪 你真是让你的小伙伴都惊呆了 我妈现在已经知道了 现在以此相逼 逼着我打掉这个孩子呢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 我看得出来 这次我妈真的是认真的 我要不打掉这个孩子 我妈这回 可能真的会要命 其实 其实那天我有去医院的 我已经上了手术台了 可是潘景浩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我不知道怎么的 我就退下来了 我真的没有办法 这么残忍地 去扼杀这条生命 还有宋友琪 她现在以这个孩子来威胁我 必须 必须让我搞垮潘赵良家 屠宇我现在真的慌了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你给我指条明路吧 你教教我 小琪 我很了解你的性格 我就是再怎么劝你 最后你还是自己做决定 但我还是要劝你 你现在的绝境完全是因恨成灾 放下恨继承佛 只有这样才能救你 小琪 虽然我一直很恨他们 但是我答应过你们不去福州 只有在赵幻音派人追杀我的那一刻 我才决定来手宋友琪 去对付他们的 但是我现在已经不恨他们了 包括赵幻音 我也不恨他们 我现在最恨的人是我自己 小琪 我再问你个问题 你爱潘锦浩吗 我不知道 最初友谊接触潘锦浩 他只是我复仇计会的一颗棋子 可越接触我越发现潘锦浩 真的完全是个无辜者 他除了软弱 没有一丝恶念 而且我也感觉到 他是真的爱我 对他的感情 我自己都无法判断 出差一的那个晚上 我 我是在执行计划 还是陷入潘锦浩的情网 我真的无法确定 但我可以确定的是 那晚我没有罪 都是自愿的 我现在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 你已经爱上他了 我给你指条名路吧 你既不能扼杀自己的儿女 更不能葬送自己的母亲 离开这儿 自己生下孩子 爱一个人不是以婚姻和战友为目的的 你不是已经放下仇恨了吗 生下孩子 一个人去享受爱情的结晶 你可以解脱了 你不但可以解脱你自己 你还可以解脱潘锦浩 解脱汤家司 这样你就不会成为一个 杀害自己亲人的杀人犯 也不会成为一个 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儿 小琪 我相信你 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母亲 那我妈呢 我妈该怎么办 你妈有我呢 放心好了 我一定会好好帮你照顾萧阿姨的 喂 锦浩 小琪 晚上你有空吗 我妈想要见你 见我 对啊 晚上正好爸也不在家 你来家里好了 因为最近 记者听得比较近 好 真的 你答应了 嗯 那晚上见 干啥 嗯 是萧萧姐吧 我是 请进 请进 谢谢 小心点 潘姐 萧萧姐来了 去叫警号下来 好 请坐吧 伯母好 我 我 去哪里 我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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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我也觉得有一点 不过还不一样 你过来坐吧 听景昊说 你家里有个中风的父亲 是的 真不容易 这么多年 你一个人在外打拼 还要孝敬 常年瘫痪在床的父亲 太难得了 现在的年轻人 能够尽孝的 一步多见了 是啊 伯母 所以国家才立法嘛 本来 敬孝是为人之根本 可现在 却得够强制去敬孝 真不知 这是信还是不信 你是师范大学毕业的 伯母眼力真好 我是那毕业的 妈 人家师范大学讲的是 学高为师 深正为范 我看啊 以后小朋友的教育 都不用发愁了 你 你妈妈 是什么时候 离家出走的 在我八岁那年 她就离开了 怎么会有 这么狠心的母亲 想她吗 那又怨她吧 想 但也怨 怎么可能不怨呢 每次看到别的小朋友 身边有妈妈的时候 我就想 她为什么要离开我 而且不回来找我呢 可是后来 就慢慢地 越加地发愤图强 更加努力地去工作 希望让她后悔 希望自己有出息 但是长大了以后 想了想 其实 也没有什么好怨的 妈妈 毕竟还是妈妈 快别料这个了 菜都凉了 开动吧 来 谢谢 小琪啊 这天黑了 路上小心啊 好的 以后有时间呢 常来坐 来 请好 送一送啊 小琪啊 小琪啊 把这个拿着 买些东西补补身体吧 你太瘦了 不用了伯母 我自己有钱 而且我很会攒钱的 你到处打工 攒得了多少钱呢 真的不用了伯母 我真的很会攒钱的 每个月啊 除了水电费房租 还有我爸的医疗费 还能攒下两千块钱呢 不信啊 您为几号 是啊 妈 消息她是不会要的 她那么要强 之前我给过她很多次了 她都没有 是这样的 那就辛苦你了 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我知道了伯母 您快回去吧 这外面怪凉的 我送你一下吧 真的不用了 说不定外面有记者呢 我自己出去打个车就行了 伯母 那我就先走了 路上小心 拜拜 好 好 有天 你看好看吧 大晚上的你发什么神经啊 你别没眼光了啊 人电视剧里都这么大呢 谁送的 干嘛要告诉你啊 刚才我在门口看见有个女人 她是谁啊 你看她吧 那又是哪个狐狸精啊 别狐狸精长狐狸精短的啊 我告诉你 今儿我可是替你把过关了 你还真不错呢 不像咱们先前想象的那个样子 我看呢 咱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赶紧把婚事办了 你闭嘴 门都没有 你想想 一个女人跟老板出趟差 就上床 这样的女人不是人品有问题 就是有备而来 你啊 把那个地摊货给摘下来吧 就算是正品 跟你这老脸呢也不大 你过来过来 我要洗澡 好远天 去去去去 你 你知道吗 我最高的记录啊 是一顿吃了四十个饺子 真的假的 真的啊 而且是我妈亲手给我包的 我在美国的时候特别怀念 怪不得把你吃得这么高 对了 你对床上用品的选择 有没有什么别致的想法 干吗 结婚用啊 我们一会儿去看看 才不要呢 太早了 再说了 对性过你爸那关 我爸那方面你就放心吧 我妈正在积极着做着公关工作 所以你就放心吧 真的吗 真的吗 不是 涛园 咱能不逛了吗 我真累得不行啊 涛园 是你说的要陪我逛街买东西的 我就想到处走走 分散一下注意力嘛 你看这条漂亮吗 漂亮 那个红色的是不是特喜庆啊 人家那是结婚用的 你又用不着 唐勇儿 我没别的意思 别生气啊 你在这儿休息一会儿 我自己过去看一下 这不唐家司吗 谁是唐家司啊 这你都不知道嘛 大明集团的仙君啊 之前跟潘锦浩在一块儿 后来被甩了 是个弃妇 你说谁弃妇呢 你说谁呢 我看他才是弃妇呢 你说什么呢 你是不是牵揍了 我说了怎么着吧 你 别打 别打 别打了 快出手啊 别打了 别打了 晚安快过来 快 快出手吧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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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你给我等他 等他 别打了 你别走你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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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人 别怕曹人是我 别怕 别怕 乖 别怕 別怕 没事 没事 曹人 没事 没事 我们走吧 没事 妈 我上去了 请好 你买这个干什么 我要跟萧綦结婚 笑话 就买这两样东西 她就愿意嫁给你 你觉得这样的女人靠谱吗 刘天 我觉得萧綦 不是为了咱们家钱来的 上一回 我给她一张五十万的卡 她用什么样呢 你怎么连这都不明白 这叫放长线钓大鱼 爸 你可以不喜欢萧綦进我们家门 可是你不能背后侮辱人 这是您教我的 好 你记住了这一句 可是还有呢 我还说过 有品味的女人婚前不会乱来 好男人结了婚 不可以随便离婚 这你怎么记不住呢 爸 这都什么年代了 按照您的逻辑 这有品味的女人早就觉着我 现在离婚率比较高 这就意味着离婚不是一件坏事 是你说得没错 很多东西我是不懂 可是有一点我明白 我不能让萧綦肚子里的孩子没有爸 你 你还踩踩踩踩踩 刘天 我 我半辈子了都是听你的 这一次你就听我一回吧 我来做吧 就医了儿子 如果这次我错了 我们娘俩一起搬出去 我走了 你乖乖地好好休息哦 你乖乖地好好休息哦 来 来 来 盖好被子 好好休息 乖了 走了哦 拜拜 拜拜 你怎么随便让这种 女人寄女儿的房间呢 什么这种人呢 小声点被你听见 我不管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 我才不要让她跟她交往呢 我说你就是个势力鬼啊 你那怎么了 不就穷点吗 除了这点 哪一家不许判定好强啊 你少跟我说这个 那个小子跟家思 本来就不是一道 两个生活截然不同的人 怎么能一起过日子啊 那个 叔叔阿姨 家思睡着了 我先走了 欧阳啊 叔叔 你阿姨说的话 你别介意啊 还有什么样 不介意 不介意 就知道你是个好小伙子 欧阳 叔叔有点事要找你干吗 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你不是跟萧綦很熟吗 别紧张 叔叔不会为难你 你看 家思现在这个样子 我真的是很心疼 我只想找萧綦谈一谈 叔叔 您想找谈什么呀 你放心 我也不会为难他 叔叔知道 这感情的事啊 勉强不了 我就是想找他谈一谈 想了解一下他 也许这样 就能知道我们家思 在想什么嘛 我就家思这么一个女儿啊 说实在 但是 我现在真不知道 该怎么办 叔叔 我已经劝过小企了 该劝的我都劝了 明白 别太勉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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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叔叔 您真想见他 嗯 好 我帮您约 叔叔谢谢你 好 我现在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 你已经爱上他了 一看这儿 自己生下孩子 你不是已经放下仇恨了吗 真好啊 你可以解脱了 你不但可以解脱你自己 你还可以解脱潘锦浩 解脱团加斯 喂 胡杨 小琪 咱们下午见个面吧 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下面聊吧 就在上次的咖啡厅 嗯 好 那我马上过去 待会儿见 小姐 你好 麻烦您帮我把这只戒指拿出来一下 好 给 这是我们英皇珠宝最新推出宠爱系列的 很漂亮 做婚戒合适吗 这个是两克拉的钻戒 做婚戒是非常适合的 对 对 蓝战补 我不是想要去做婚战衣 多少 要死的吧 我要见你 你说什么 喂 萧小姐 坐 很冒昧啊 用这种方式跟您见面 但我觉得我们确实有必要谈一谈 有什么事 说吧 是这样 是有关于加斯的事 加斯最近的状况非常糟糕 所以呢 我知道这个时候找你 确实不太合适 但我还是想恳求你 恳求你离开潘景浩 你的意思是说 让我把我喜欢的人 拱手让给你的女儿 让她幸福 是吗 我 我知道这 有点过分了这个要求了吧 我可以补偿你 如果你 答应离开半九号的话 我可以给你一笔钱 你们夫妻俩用的方法 还真是一致啊 钱真的是万能的吗 我知道你可能 看不上我们这笔钱 你能不能看在我是一个老父亲的份上 萧萧姐 你也有父亲 你应该能够理解做父亲的心情 是吧 父亲 父亲 这个世界上 有一种父亲 可以花钱给自己的女儿买幸福 有一种父亲 可以为了钱抛下自己的儿女 是 汤先生 你属于哪一种呢 我看网上说 你曾经为了钱 抛下了自己的两个儿女 是真的吗 萧条姐 我今天来的目的 我问你是真的吗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的话 那我就告诉你 是 但那也不全是 真有个不诚实的 没事啊 不诚实也没关系 不过汤先生 麻烦你以后不要有这种无聊的事情 再叫我出来 以免耽误了你赚钱的时间 还有 你父亲的身份在我面前 一问不止 萧小姐 如果你执意要跟判警号结婚的话 那我们家私 就真的要去住医院了 跟地狱比起来 医院 好像舒服多了吧 伤害了 这一门 也是 两个人 二门 一门 三门 八门 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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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喂 小琪 你在哪儿 我在外面 你等我一下 我马上到你家 谢谢你 帮我包好 好 上车 我跟你有换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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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惡 你不想要去 你不想要去 你不想去 我去 潘董 你有什么事就直接说吧 听景浩说 你以前在我们公司上班 可是我好像没见过你 听说你很能干 很多想法也不错 但我还是解雇了你 我想这其中的原因 你心里应该明白 我明白 我能力也有限 眼界比较窄 不大合适 眼界不窄吧 又不然怎么一下子 就看上我那个 不争气的儿子呢 你来过这儿吗 我没来过 最近我们公司打算把这个餐厅给盘下来 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我就是一个外行人 提的建议不太专业 你但讲无妨 像你这样不懂专业知识 又不但先入为主的意见 我倒很想多听听 那 那我可就直言了 靠里面的座位 在桌上的灯光会比较暗 光都打到人的脸上了 这样 人的脸就不会特别好看 自己的脸是什么样 本人是不知道的 可是 看到光打到别人的脸上 是什么感觉 就知道 自己是什么样了 特别是女孩子 也很在意自己的形象嘛 请 您请 来 回来了 去哪儿了这么久啊 我今天见到你爸了 什么 你见我爸了 那 他没跟你说什么吧 找你紧张的 没有说什么 就坐下来一块吃顿饭 我爸也是的 这种事怎么从来不跟我说一下呀 我们又没有预约 是正巧在路上碰见了 我觉得 你爸看起来还挺慈爱的呢 慈爱 那是没看他凶的时候 吓死你 怎么了 你今天那么着急来见我 我还有什么大事呢 有事啊 大事 嫁给我吧 不行 为什么 我就觉得太快了 你想你刚刚离婚 现在又要结婚 总而言之 我觉得不行 好了 别再闹了 都是快当妈的人了 难道你真想 我们的孩子生出来没有爸爸呀 来 快带上 干着大小合不合适 是 真合适 你知道吗 这可是我拽了十条街次选到的 喜欢吗 你找我有事啊 我见过小琪了 怎么 你们已经见过面了 爸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我已经向小琪求婚了 而且她也答应呢 正好 你爸同意了 什么 什么 真的 事情已经搞成这样 爸这一次就做出让步 让你自己决定一次 但是你记住了 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结婚就得有个结婚的态度 不能够轻易反悔 虽然我对小琪做事的手段 不太满意 但我还是认为 她是个聪明的女人 也许对你的事业会帮助到 所以我答应你 再也是出什么差错 我可觉得饶不了你 爸 你就放心吧 这次我真的是认真的 而且我跟小琪是真心相爱的 你不要再扯那些冷气八糟的什么爱情理论了 我同意你跟她结婚 并不表示我承认 她接近你的目的是单纯的 我再重复一遍 自己选的路 自己走 不要再出岔子 爸 消息真的没有你说的那么复杂 好了好了 你们父俩说通了就行了 不过儿子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接呀 你要没有什么具体想法的话 妈妈给你选日子 不过得快一点 要不然那肚子就打辣了 妈 要不然这个月结吧 那太仓促了 什么都没准备呢 妈 我跟萧綦都已经商量好了 这次就一切从简 一切从简 那不行 跟谁结婚那是你的选择 这个婚礼可是我们一家人的脸面 既然要结婚就不能够草草了事 正好我们借这个机会 好好地热闹一番 咱们家已经被你搞得灰头土脸了 可是爸 萧綦觉得这样会不好 而且汤家 什么汤家 这是我们潘家的事 婚是你离的 也是你要结的 要想从简 那就别进我们潘家的门 你自己看着办 可是爸 好了景浩 这事啊就让爸妈给你安排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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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小姐 你是不是把戒指摆了 你怎么知道 你赶紧把戒指摆上 怎么了 我现在郑重地告诉你 出什么事了 我现在郑重地告诉你 我爸同意我们结婚了 你还不敢相信爸 听到这个消息啊 我真是高兴死了 就连我都不敢相信的 我是说认真的 我真的没有骗你 我知道 怎么了 我跟你讲 日子就定在月末了 你没意见吧 这么快吗 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孩子马上就出生了 我也要等不及了 从明天开始啊 我就开始发清帖了 不然真的来不及了 景浩 我们的婚礼会是什么样啊 可不可以简单一点 你 我家的情况你又是不了解 怎么可能简单呢 我想计调 可是怎么能计到得了啊 你可戒指都收了 你该不会是想反悔吧 不会 我不会反悔的 那好吧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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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我妈上来了 我等会儿她打给你啊 老婆 那我们家私 就真的要去住医院了 你不是已经放下仇恨了吗 生下孩子 一个人去享受爱情的结晶 你可以解脱了 你不但可以解脱你自己 你还可以解脱潘锦浩 解脱汤家私 这样你就不会成为一个 杀害自己亲人的杀人犯了 也不会成为一个 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儿了 用家庭ề至今 骢人家庭游第1号 遇见 高州 历人家庭游第1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师傅 跑长途去皇室的小渔村走吗 走 走吧 喂 老大 她上出租车了 什么 你赶快把她截住 好的 走 干嘛呀 师傅 这是怎么开的事啊 小小姐 宋总招你有事 放开我 放开我 干嘛呀 没你的事啊 走 放开我 你们是谁呀 你们干嘛呀 小小姐 你不辞而别是想提前结束游戏吗 你把我抓回来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应该想到这个游戏是我设计的 想退出有那么容易吗 这场游戏的结果是没有输赢的 也许我退出是真的在帮你 在我宋又齐的字典里面 只有赢我 没有输 我之前曾经告诉过你 你玩我 你会死得很难看的 你想知道我怎么玩你吗 我会把你妈的眼睛先治好 然后 让她看着你亲手把你亲生父亲给杀死 还有 你那个屠夫异母的妹妹 你不相信的话 你现在就可以走 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放过我 你说呢 我要你为我彻底摧毁潘赵联盟 你不相信我 喂 你想我了 景浩 我能跟你商量个事吗 别说一件了 就是一百件我都答应你 我们可不可以提前举行婚礼啊 好啊 怎么夜之间你想通了 但你一定要答应我 不可以登报 不可以发新闻 一切从简 没问题啊 可结婚以后呢 都得听我的 我知道了 Flu 们女 你没事吧 你们一个个都没戴眼睛出门哪 要不是今天抓到你 我私要去抢那个新闻的 你不是记者吗 就是看你长得漂亮呗 咱们去吃个饭呗 你别客气啊 你约我来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我杨真的是又热情又正义呢 哪有 晓芹 你做我女朋友好不好 你干吗 我胡杨一定可以让你幸福 真的 晓芹 我一定可以让你幸福的 我觉儿吧 应该找个像我像的 我们可以互补 你说呢 得了吧 紧张 还想当我的男神啊 对啊 来 干嘛呀 来啊 让我失去你的重量 来来来 答不答应我 不答应 我在外面你答不答应我 哎呀 他 哎 哎 你答不答应 哎呀 不嘛 你答应我吧 我求求你答应我吧 不嘛 不嘛 安静豪 我请告你 你可以带走萧綦 你 要是要是有半点对不起萧綦 我胡杨 绝对不会放过你 你听清了吗 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萧綦 走吧 别再回头了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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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个男人最大的悲哀 就是亲眼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 进了别的男人的洞房 臭小子 这是我送给你结婚礼物 佳思 对不起 萧綦 你以为你这种女人 能遇到什么好男人吗 佳思 先去把手都扎上来 盘景昊 我问你 你如愿以偿了吧 现在这种吸人消救人窟的场景 你心里面是不是特别的高兴 你够了没有 你们看看这什么场合 就胡说八道了 盘景昊 我告诉你 你们为别人挖的坑将来来的 一定是你们自己 潘景森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难道我不能为我的前夫喝喜吗 不能来看看我的前公爹是如何赢取 二房儿媳妇的吗 萧綦 你赢了 我祝你们这对虚伪的有情人终成眷属 好 把这拉出去 可是你不会幸福的 小姐 小姐 别闹了 我诅咒你 小姐 别闹了 我诅咒你永远都不会幸福的 我诅咒你 回来 小姐 回 你干嘛呢 干嘛 放开他 我诅咒你 我诅咒你 小子 放开他 我诅咒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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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小门 小门 我诅咒你 是Gillan吗 Gillan 是Gillan吗 Gillan 你怎么来了呀 今天是星期六 正期一早就出去了 怎么了 他给我打电话了 怎么 萧綦不在我就不能来了 不是 不是 威蓝 你吃过饭了吗 还没有 肚子确实有点饿了 要不我们随便坐坐 我帮你搭打下车 不用 威蓝 你去那儿休息吧 来 阿姨把你坐啊 对了 我们家那电视前几天坏了 也不让萧綦叫没叫人来休 你先去坐着啊 要不 我出去买点吃的吧 选的你坐了 威蓝不用 这不能你每次来都买吃的 没事啊 阿姨给你坐 去吧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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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